不会让你白白加入,老夫会送你三大造化。 老夫虽散了功,不再是斩铃,可一身感悟还在。 有我帮你,五百年内我有八成把握可让你踏入斩铃,这是老夫给你的第一个造化。 我寒雪一脉有大丝龙秘法,超越你之前所获得之法,也传授给你。 此后,天下万寿,无不在你面前折服,这是第二造化。 三,寒雪家族如今落寞,但盗运还在,如今此地不可留。 我等会去南狱,老夫与南狱子运中丹鬼大师早年有救,将家族迁移并入子运中一封。 你随老夫从墨土去南狱,以老夫的情面定能换来丹鬼大师的权利栽培。 我之前听说你的丹道不错,老夫开口,丹鬼道友还是会给些颜面,收你为弟子的。 寒雪豹的声音回荡,落入孟浩耳中。 孟浩沉默,内心则在苦笑。 对方给出的条件,除了斩铃感悟外,其他而言没有吸引力。 丝龙秘法就算再强,也不如孟浩如今掌握的三大秘术。 而最后的丹鬼大师弟子对孟浩来说这不是吸引力的问题,而是即便如今,孟浩离开了子运宗,可他依旧将丹鬼大师看成是自己的师尊。 当年的三寇拜师恩,那一拜就是一生。 你不同意吗? 寒雪豹望着孟浩,神色中的期待渐渐变成了遗憾。 以他的年纪阅历,孟浩尽管看似神色如常,可目中的一抹迟疑却无法逃出他的双眼。 心底一叹,寒雪豹笑着摇头。 前辈,孟浩心底有些愧疚,他能看出对方的真诚,虽说是为了其家族,可也的的确却能给自己铺展一条大路。 只是难遇,孟浩心之短时间不可回去。 寒雪山的面色苍白,抬头勉强地笑了笑,情绪低落了,起身向着孟浩欠身一拜,低头走远,似不愿继续留在这里,他害怕自己会难过地流下眼泪。 罢了,老夫,有些强人所难了,你有你的路,不需要老夫这里的安排,也好。 寒雪豹没让孟浩继续开口,不再提之前的话题,而是站起了身,看了眼地面上的阵法。 我寒雪家族一共有元英长老七人,你看到的是四人,还有三人在一年前离开,去了南狱,在南狱布置了阵法,只是这阵法需穿透墨土宫的封锁,要传送去南狱有些困难。 所以,在时间上直至到了如今,才算布置完成,眼下还有五天左右,这阵法就可以开启,一旦开启,我们就会离开此地。 寒雪豹右手抬起,一拍储物袋,立刻四周顿时出现了寒气,甚至隐隐有雪花飘落,让孟浩双眼一宁,看向了寒雪豹的手心。 在他的手心内,有一只蓝色的蚕,此蚕只有小纸大小,通体如冰晶,泛着蓝色的光芒,此地的寒气正是从他身上散出。 在看到此蚕的一瞬,孟浩呼吸有些急促。 之前答应你的寒雪蚕,以它们的修为,的确是需要半年时间才可以练出。 只是如今时间来不及,所以老夫将这只寒雪蚕送你。 这是一只变异的寒雪蚕,生命力要比寻常蚕旺盛太多。 我寒雪家族多少年来,一共出过六只变异蚕,它是第七只。 因其变异,所以一生可两次认主。 你以血四肢,就可将其收为己物。 寒雪豹望着孟浩,右手一挥,蓝光直奔孟浩而来,漂浮在了孟浩的身前。 孟浩望望着面前的蓝色寒雪蚕,深吸口气,咬破右手指尖,滴出鲜血落在这寒雪蚕的身上。 血滴一瞬消失后,立刻在孟浩的感应中,似与这寒雪蚕之间,多了一缕斩不断的联系。 此蚕身子一晃,落在了孟浩的手心内,阵阵冰冷的感觉浮现,拿着此蚕如握住寒冰。 孟浩望深吸口气,抱拳向着寒雪抱,深深一摆。 他来到圣雪城的目标,此刻终于完成。 孟浩心中有激动,此刻摆在他面前,只剩下了将这寒雪蚕,蜕变成为无木。 一旦成为了无木蚕,则蚕不死,丝不断,而丝不断,则蚕不死。 这种天下奇宠,天下奇宝,可以成为孟浩去对抗天劫的最有力的手段。 前辈,晚辈要去闭关。 孟浩压下内心的激动,在此一拜后,转身离去。 没有走出太远,而是在这废墟内,找了一处半坍塌的区域,钻身走了进去。 寒雪豹看着孟浩的背影,心底一叹,他是真的看好对方,可惜人各有志,想到这里他的目光落在了寒雪山身上,再次叹了口气。 坍塌的乌舍内,孟浩盘膝坐下,深吸口气,右手掐绝一指大地,立刻四周妖气无声无息的来临,环绕在了四周。 就算是寒雪家族,与他这里存在了交情,可必要的防范还是要有,尤其是刚刚拒绝了对方的要求,以妖气作为掩盖后,孟浩取出丹药吞下,闭目打坐。 约梦过去了数个时辰后,当他双眼睁开时,他目中闪过精猛。 身体的虚弱已恢复,甚至临时更有扩大,就连体内的修为都增长了不少。 孟浩有把握,度过天节后,他的修为不但可以突飞猛进,成为金丹中期的巅峰,甚至更有极大的可能,直接突破踏入金丹后期。 只是具体可能会有多少,孟浩拿捏不住,一切准备就绪后,孟浩低头,取出寒雪蚕,又取出了桑亭叶,放在了寒雪蚕的面前。 这叶子刚一出现,寒雪蚕突然身体一震,似乎这桑亭叶对他而言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诱惑。 一整片有闪电缠绕的叶子,就被寒雪蚕吞得干干净净。 孟浩眼睛一亮,取出铜镜,开始复制桑亭叶。 好在他储物袋内零食如今还有不少,此刻复制起来虽说心痛,可想到无木蚕的可能,孟浩再没有了迟疑。 一叶,十叶,百叶。 孟浩睁大了眼,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这小小的一只寒雪蚕,竟能吞噬如此多的桑亭叶,且似乎永远都没有停止的时候。 仿佛若有一片天地的桑亭叶,他也都可以完全吞下。 这让孟浩内心有些没底儿,此残的来由是他在南狱从那位墨土修士口中问出,分析之下认为是真,可如今不由的,有些迟疑。 陈年中,孟浩双眼一闪,索性放开一切。 以自己储物袋内的所有灵石去炼制桑亭叶,不断地喂给寒雪蚕。 时间慢慢流逝,转眼一天过去。 当第二天上午到来时,孟浩眼睛都红了。 他不记得自己喂给这寒雪蚕多少片桑亭叶了。 在孟浩看来,这些桑亭叶家的一起足以形成一大片山林。 可这寒雪蚕似还没有吃饱的感觉。 不过,好在他的身体有些改变,此刻虽说还是蓝色,可却多了几个白色的环。 此环如眼,让人看后会有种摄取心神之感。 经过孟浩这一天的喂养,在这寒雪蚕身上,此刻五个环。 孟浩看了眼楚无淡,心底极为心痛。 他的灵石是成为金光老鼠前后获得。 虽说不少,可此刻已用了大半。 孟浩一咬牙,再次喂养起来。 一片,一片,一片。 第三天清晨,孟浩眼中弥漫血丝。 他手中的寒雪蚕已经出现了八个环,第九个若隐若现。 可孟浩储物袋内的灵石已经几乎消耗空了,所剩不多。 孟浩一脸悲哀,两天前,他有大量的灵石,觉得去了任何地方都心不慌。 看好什么都可以去买。 可如今,他的储物袋,让他觉得,似走在哪里都没有任何购买物品的想法。 若无法练出吴墨。 孟浩握住拳头,不再去思考此事。 他如赌徒一般,既然都到了这种程度,就索性一赌到底。 直至第三天深夜,孟浩的储物袋内彻底空了。 当最后一片桑亭叶被寒雪蚕吞了后,孟浩看着此蚕身上出现的第九个环,整个人呆住了。 该死的。 我没零食了,可这蚕怎么还不变化? 不是说会蜕变吗? 孟浩呆呆地看着寒雪蚕,看着他在自己手心内一动不动。 心神内传来,他想要继续吃东西的情绪。 孟浩觉得自己要崩溃了。 我的几百万零食啊。 孟浩低头看向储物袋,此刻里面只剩下了几品零食。 可这是他最后的本钱了,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吸收的保命之物。 孟浩纠结了快一炷香的时间, 手心内的寒雪蚕自觉的没有了食物, 渐渐不再传递要吃东西的情绪, 而是开始了吐丝。 孟浩看着这只寒雪蚕不断的吐丝, 丝如雪花, 但却不是传说中的无木之丝。 很快的, 这寒雪蚕吐出的丝, 就将自己全身包围, 直至化作了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蛹。 孟浩皱起眉头, 觉得有些不对劲, 零食散开仔细查看之后, 他忽然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。 凝神一震, 仔细地看了看后, 他呼吸急促了一下。 我感觉到了另外一股气息, 不是寒雪蚕, 要更强大, 强大太多, 两者之间根本就无法比较。 孟浩双目露出精芒, 闭上了眼。 默默感受了片刻后, 再次睁开时, 孟浩脸上露出了微笑。 只需要两天, 就可以破涌而出了。 孟浩将手中的涌, 很珍贵地收起, 这才散了四周的妖气, 此刻外面是深夜, 月色照耀大地。 孟浩深吸口气, 走出了这处临时的闭关之地。 在他走出时, 有寒雪家族首夜的族人, 立刻看到了孟浩, 顿时神色恭敬的一半。 这几天, 对寒雪家族而言, 最是艰难。 他们不知道, 墨土宫是否还会有修士来临。 一旦再次侵入, 以他们如今的势力, 很难抵抗。 所以, 只能在焦急中小心谨慎, 等待阵法的开启。 月色下天空上飘着雪花, 这场雪已下了两天, 地面上早就覆盖了厚厚的一层。 反衬着月光, 使得四周哪怕是黑夜, 也都成为了银色。 孟浩呼吸着冰冷的寒气, 目光扫过四周时, 忽然一顿, 他看到了在远处熟悉的背影, 那是寒雪山。 他坐在一处坍塌的废墟上, 正望着遥远的天空, 不知在想些什么, 望着寒雪山, 孟浩心底叹了口气。 他这几天因寒雪残的事情, 忽略了这少女数日前听到自己拒绝后的低落。 沉默中, 孟浩想到了自己昏迷前被柔软的身躯抱住, 以及苏醒后, 对方墓中被喜悦代替的担忧。 于是迎着雪花走向寒雪山。 走近时, 寒雪山立刻回头。 月光下, 风雪里, 他的翘脸格外的美丽, 眼角还带着一抹泪花。 在看到孟浩后, 他咬着唇, 扭头不说话。 孟浩站在寒雪山的身边干咳一声。 听说, 你很崇拜丹鬼大师,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? 孟浩咳嗽中这般开口。 我听说, 当鬼大师一直没有道理, 说不定你还有机会啊。 孟浩看了眼寒雪山打去道。 寒雪山一扭头, 故意不去看孟浩, 可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少女的微笑, 但很快又忍住。 我和当鬼大师可是很熟的, 帮你说话, 一定非常管用。 孟浩蹲在寒雪山的身边, 笑着开口。 寒风吹在他的脸上, 将他的头发飘散, 露出棱角分明的面孔。 在这月色下, 略黑的肤色也都看不出来了, 透出俊朗以及奇异的气质。 寒雪山没能继续板着脸, 笑了起来, 侧头看向孟浩时, 美目露出一抹飞扬之意, 将他心底这段日子的失落隐藏。 你又不是丹顶大师? 寒雪山笑了后, 又故意板着脸, 似忍着很辛苦。 况且你连南狱都没去过, 怎么会和丹顶大师熟悉呢? 寒雪山毫不客气地揭穿他认为的真相。 孟浩挠了挠头, 笑了笑后坐在了寒雪山的身边。 二人坐在残破的石板上, 四周是苍茫的废墟, 天空飘着雪, 寒风乌夜地吹过大地, 将二人的头发吹起。 你不懂, 虽然我没有见过丹顶大师, 可像我这样的丹道大师, 我们之间实际上已神交已久。 孟浩甘咳一声, 露出一副学自周德昆的高深莫测。 等你到了紫苑宗, 看到了丹顶大师, 一定要问问他, 是否还记得当年的风雪里, 那个被他记住的身影。 孟浩抬起头, 一副很唏嘘的样子, 如果没有眨眼的动作, 以及斜眼看向寒雪山的目光, 那么或许会更逼真一些。 寒雪山眼口一笑, 双眼明媚, 望着孟浩, 看到孟浩的表情后, 实在是忍不住笑出了声。 银银般的声音回荡, 似消散了一些心底的郁闷。 好好好, 等我到了紫苑宗啊。 看到了丹顶大师, 一定会这么问他的。 寒雪山笑着开口, 我是不是还要加上一句, 当年风雪里的那个身影, 曾说过一句话, 每当落雪时, 就要想起我。 raj帧帧城市, 刚才阶她。 踢了 Universal,